大家好 歡迎來到三叔的頻道 最近幾天由於疫情影響 將會一直被封在家裏 今天這是又懶又省事的一餐 絕對是懶人食譜 還吃一個餅丸 吃一張 一張 你吃這個嗎 我想吃 這是最好的一張 我給你放在碗裏 這是你的 我得到最好的小餅 這是最好漂亮的 我終於感覺它美容了 他又美顏了 我終於感覺它化妝了 咱們家是美顏大條 確實也很好吃 剛來了 嚐嚐雞蛋糕 這是我一個手做的 啊 只用了一個手就做了 一個手做了 對呀 別著急 別著急 慢慢吃 一頓飯一隻手就能搞定 需要準備的食材也特別簡單 一碗半的白麵 淨倒進盆裏 再來一勺鹽和一勺胡椒粉 然後呢 把剛才切好的蔥花加進來 接下來再加入三碗水來攪拌均勻 水可以一碗一碗的加 大概到這個程度就可以了 然後呢 打上六個雞蛋進來 這蔥花雞蛋餅必須要雞蛋多一些 出鍋之後會顯得金黃灿灿的 味道也好 看著就特有食慾 雞蛋打好了 可以灼晴再加上一勺鹽 然後攪拌均勻 然後呢 鐵鍋燒熱 加上一小勺油 注意鐵鍋一定要燒熱 不然的話可能會粘鍋 緊接著加入一大勺麵糊 趁著麵糊底部還沒有變硬 一手端起鍋來 開始旋轉 讓麵糊圍著第一層餅轉一圈 這樣一來不但形狀有所改善 厚度也基本均勻 攤餅的過程中始終保持中小火 大概半分鐘左右端起鍋來晃一晃 此時餅的底層已經焦黃變硬了 晃起來能夠聽到沙沙的響聲 然後翻一個個兒 繼續烙另一面 同樣也是半分鐘的時間 第一張餅通常是潤鍋用的 再翻兩邊就可以出鍋了 接下來就是按部就班的一張一張的來 右手基本上沒事幹 今天這麵糊的量大概能攤出十張左右 今天用的蔥比較嫩 所以並沒有切的很碎 蔥在餅裡熟了之後都是香軟的 每次做這蔥花雞蛋餅都相當於左手左臂的耐力訓練 十幾張下來大概要半個多小時 左胳膊會稍微的有點酸爽 不過這餅吃起來那可真是沒得說 誰吃誰知道 但小胳膊很棒 сем哇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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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